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回报一些善良的人,有一些人特别的心软,特别的善良,跟谁都是妥协,很多人都在说,你干嘛那么善良,你看别人都会欺负你,善良的人好像总是都会被别人欺负着,他们心软,他们容易妥协。 别人和他提出一些无力的要求,他也会不忍心拒绝,哪怕让自己觉得很为难,他也会尽力的去帮助别人。 就是这样不懂得拒绝的人,在大多数学后,好像都会吃了很多亏,善良的人,宁愿对自己狠心一点,也不会委屈身边任何人,哪怕别人亏欠自己再多,自己也不愿意亏欠别人一分一毫,甘心的给别人做嫁衣,为别人修桥铺路。 哪怕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受伤,他也只顾着给别人包扎伤口,让自己的伤口花花的流血,他也不管不顾,总是为别人考虑太多,总是委屈着自己,成全着别人,他们和别人比起来,更多了一层情意。 喜欢和别人讲感情,喜欢和别人讲义气,有的时候,这种心软,也换了别人的变本加厉,也换了别人的得寸进尺。 其实对于这些善良的人来说,他们或许会吃一点亏,或许在一些银头小力上面,往往会输给别人,被别人占了便宜,自己也是无条件的谅解对方。 但是就是这样一些善良的人,表面吃得亏,这个世界早晚,都会用加倍的方式回馈给他。 当你仔细观察的时候,不难发现,生活中那些过得安宁祥和而又幸福的人,往往是那些特别善良的人,他们或许没有更多的金钱,但是他们会有更好的福报。 世界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,挥馈着这些善良的人,帮他们的人越来越多,神兵所结交的,也是一些重情重义的人。 有事情的时候,只需要一个电话,能帮忙的都会立马站在他们面前,厄运慢慢的离他们越来越远。 因为老天爷,真的是有公平的,别人欺负你,老天爷会帮你的,别人如果亏欠你,老天爷会加倍的去补偿你。 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一点,不要在乎眼前的迎头小利,要尽量能做到善良。 或许你眼前吃了亏,但是以后,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福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